诈骗集团伪造年终尾牙颁奖盛宴邀请函 企图营造获利假象却还初心的打错字 刑事局接获民众报案 遭诈骗集团推荐投资平台宏达资本 宣称代操股票可获得高报酬 又使被害人踏入陷阱 陆续汇款一千多万元 被害人发现无法出金时 方才惊觉遭到诈骗 诈骗人之后被害人把钱货进去 他们的资源线条账户之后 由车手他把这个钱领出来 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水房的阶段 他们全部就是 其实这个虚拟货币的买家 卖家和车手 他们都是同一个集团的成员 那只是说他们透过虚拟货币的买卖方式 由一个交易的方式来规避洗钱房子法 来告诉 被警方查及道案就说 诶没有 我只是个币商 我只是来做交易的 企图规避这个洗钱房子的作用 那实际上我们直接看 这个部分全部都是他们集团里面的对象 刑事局检查第一大队 接获报案称 招诈骗集团 来推荐介绍一个投资平台 就是那个宏达资本 他声称是以代操股票的方式 来扩取高收益的部分来进行诈骗 被害人陆续被款新来余一千一万元 经发现无法出金 只经接遭受诈骗 请用现了一个追查来发现 该集团系集团的干部 来招募自愿性的一个人头账户 包括车手还有一个收户手的一个集团的职员 那以交易虚拟货币的方式来进行诈骗 所以该集团甚至伪造在余新集的饭店 来召开所谓的联宗伟牙的一个颁奖盛宴的一个邀请函 来企图营造的一个集团获利的一个奖项 另外也在冒入盗取一个美女的图片 在赖的群组中的一个负责人的主下来进行一个置换 来演示一个身份 借以来诈骗取姓名被害民众 那经专案小组见时机成所 在110年的11月16号来采取一个居庭搜索一个行动 供查器、诚信主权等25人盗案 并查后相关涉案的一个手机 就是我们银行金融卡、存货等证物 经过刑事局的分析 诈骑的手法认为应该要从犯罪的工具上面来做相关的管理 也就是从电信、网路以及金流 透过跨呼呼的合作 那我们特别锁定了前五类的这个诈骑案类 持续来加强来打击 那其中假投资诈骑类呢 是财损数最多的 也是我们目前查器的重点之一 那为了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 民事局再次呼吁 任何投资都应该透过合法的管道 如果有标榜的高获利 或者是稳赚不赔的情形 都建议先拨打165管诈骗的知识专线 或者究竟想往派出所查证 警方发现车手多以交易太大币方式 创造对话记录 营造有虚拟货币买卖假象 规避诈骑洗钱行为 全案历经数月侦办 逮捕陈仙等25人 以诈骑罪 违反洗钱房自罚等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系统或罪嫌人 明東亏